三分钟学会陈仓之战 两套打牌思路 咱们这边是有一个等级的 这个等级怎么提升 就是交战或者是打牌 每打一张牌有一个加威名 比如说这个一花节目500威名 你就会增加500点经验值 然后上限是50级 啊 这个军测斧 然后军阀 军阀优先选这个啊 额外一点军令点 然后第二个选这个 每次刷新 随机消耗军令点 降低一点 整军精武这两个优先选 选完之后 前期就是一直打牌 有什么用什么 不要浪费点数 该打的就打出来 然后锦囊的话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 所需要的选择就可以了 包括派遣密使 这个大家根据自己需要 就选就行 大家45级以后 随便用就可以了 早用早享受嘛 你要是想最后用 比如说49级我再用 那也可以没问题 但其实我认为啊 大家可以考虑 47级用 因为47级和48级是一个坎儿 你如果到了48级 你会感觉打架就很舒服 就是48级跟50级差别不会很大 但是47和48是一个坎儿 感觉会差距会比较明显啊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个军令的升级顺序 有两个升级顺序啊 一个是我就是为了把军令等级拉满 然后把所有的军令全部升到满级的一种玩法 那这种玩法呢 优先考虑广开沿路 深思熟虑上来就是满级的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大家优先升级这个广开沿路 靠着降低消耗点数和广开沿路刷牌 来快速的过牌 然后把所有的牌全部升到满级 是这么一个顺序 如果说另一种 你如果是个高战的话 他还有一种玩法 是直接升级红色的 这三个红色的作战指令 可以优先升级作战指令 并且直接就打架 我不需要考虑这些计策类的 就是我直接前期打出优势 大家明白前期接战 其实很一点属性就很关键 直接影响胜负的 所以前期你能多打出作战 因为大家交战的时候 其实就那一瞬间 你完全可以前期提高战斗力 然后把优势打出来 是这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推荐高战的一种玩法 就是我所有的这个升级 我全部尽量消耗到 这个红色冰柱上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 狭盗实战是怎么刷新过牌 去打牌的 首先把想要留的卡牌锁上 然后用深思鼠力 降低一定会去打的 广开沿路的牌 让广开沿路变成零费 因为不需要打其他的牌 所以直接开广开沿路 刷新卡牌 并且锁住的牌 可以通过刷新 来降低费用 这边可以看到有很多零费牌 按顺序把零费打出 这边刷新过后 并没有想要打出的卡 所以选择直接广开沿路 继续刷新 降低全军突击的费用 记得先用深思熟虑降低要打出牌的费用 然后最后还能再开一发广开沿路 后面就重复流程即可 用广开沿路和深思熟虑 尽可能的用最低的代价过牌 然后靠刷新降低卡牌费用来降低你整体的消耗 尽可能打出更多你需要的卡牌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 记得点赞收藏加转发 我是一个侠盗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收藏 请不吝点赞收藏